看一下,今天用电饼餐做的馒头 个个都非常的松软 底部还有焦香的脆底 150克的清水 加两克半的酵母 半勺白糖 用筷子搅一搅 300克的普通面粉 用刚才化好的酵母水来和面 边倒边搅 搅成这种棉絮状 然后下手揉面 稍微多揉一会儿 揉到面团光滑细腻 我大概揉了5-6分钟左右 揉好之后一旦板上面搓长条 均分成小剂子 我一共分成了8个小剂子 每一个小剂子先揉一下 揉均匀,揉出一个光面 手掌摸起来,把面积滚圆 然后再搓高一点 像这样就可以了 全部做好 电饼餐不用预热 刷一层薄油 把搓好的馒头给放进来 摆的时候中间有一点距离 盖上盖子发酵 发好之后体积有明显增大 轻按能够迅速回弹 像这样就可以了 电饼餐开中小火 煎个2分钟左右 煎到底部有一点脆底 从边缘淋上大半碗的清水 盖上盖子 用中小火煮至血气抽干 稍微焖一会儿开盖 虽然表面有一点坑蛙 但是这个馒头吃起来真的很香 每一个都非常的柔软 底部有焦香的脆底 因为一般的电饼餐到了一定的温度 它会自动的断电 所以这样做出来的馒头 它不会糊底 打开来看一下 一次发酵做好的馒头 里面的面汁也是非常的松软细腻 真正的越嚼越香 做法真的很简单 喜欢的朋友可以试一下 与海宾猛